今天要來四典大天后宮 四典大天后宮的祖室 应该不用再介绍 既然叫大天后宫 当然就是我们的天上圣母 四典大天后宫 是全台湾第一个官方新建的妈祖庙 它是一个很有历史轨迹的一间宫庙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镇时期 原本是明朝明晋王朱树柜的古宅 到清朝司朗攻打台湾 占领了澎湖以后 他决定训国制义 在那制义之前 舍宅为庙 建立了东宁天碑宫 也就是大天后宫的前身 后来司朗推崇妈祖信仰 上座康熙皇帝 将天妃加封为天后 改名大天后宫 镇辉煌海市的匾额 改制为官庙 在1720年下照春秋制祭 编入朝廷的试典 所以叫试典大天后宫 是不是很有历史的诡计 先锋介绍你好廟 对先锋来吊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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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好 �뜻 好 整間廟的建築啊 看起來很有年代感 那些牌匾啊 有些柱子 牌匾乳過多啊 康熙、雍正、乾隆、咸豐、光绪 都有吃過牌匾 四典大天后宫是一鸡古蹟喔 所以有人在導覽 四典大天后宫的媽祖 很大尊 然後這個可以追溯到1822年 在2004年的時候 有發現毀損 在修復的過程當中 在金森裡面 發現三個清朝的石碑 有記錄是誰雕刻的 也有記錄年份 這個兩旁的市民 這兩個聖村也很大尊耶 很大尊耶 我去哪 很大尊耶 上面 還有一個 次到現在 我去哪 四典大天后宫 天上上了 共有美聖村 第二組 立即豪 今天 這家大尊來這裡遊玩 將來給各位獎聖村 請入獲 好 灰煌海事康熙地居的白變 好像就是這塊 聖旨內容 城陛西等湖 這塊 城邊 塞 燻 冰 髮 從 辱 在 中間 唐寺是水仙尊王跟四海隆王 四海隆王的比較多 鋪鴨公 看起來也很有年代感 護墊是聖父母墊跟三觀大帝 聖父母墊這邊排位有那個寧靜王住宿會的排位 鋪墊的湖邊是月老神尊 征服的正省 這邊在祈求姻緣的人蠻多 畢端的破壞 水仙被震華 為什麽 移動的無線 後墊的龍天敗的是 鄰水夫人甄樹甄牛羊 讓東盛黨子尊心連來 聽誰不認得當講過嗎 這邊有介紹 哪一個皇帝吃了什麼牌匾 進郎殺許多人 六位皇帝 五位皇帝都有吃牌匾 四典大天后宮的歷史 寫在這上面 民勇歷十八年 隆墓井 看不見 應該是冬州年進王 民島的古墟 後殿的後面還有 刀弄完棍 同事應該是 南極新軍跟北極新軍 真的很有古宅的感覺 以前的廚民是都這樣做嗎 每個媽祖廟裡面都一定會有觀世音菩薩 相傳 好像是他師父啊 白啤酒 總共代表著八十四尊的神佛 總共代表著八十四尊的神佛 天天 侍奉的是三部古墟 就是這一尊 南部墟墟西加毛林軍 奧密斗軍 到有神軍 那前面兩大戶法 很常見 佳南尊佛跟韋婆尊佛 然後在頭上 一定會有尊於樂佛 是接下來的未來佛啊 這三部古墟的法相 很特殊啊 很有靈性的感覺 廟的旁邊有兩個牌匾 有神獸碧姓碧的啊 碧姓 就是龍生九子其中之一啊 喜碧重物 所以那些東西都贏了 遇上競香隊伍 阿國 阿國 這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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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少見 平安福DIY 自己回到過路 平台忌略悲劑 這個好像是師朗當初攻克台灣的時候 那個鄭成功之子鄭克爽 是在這邊售詳 所以刻了一個平台忌略悲劑 這就是廟的旁邊上 以前古代的那些風景 通常都是在電視機裡面看到 可是來到這邊感覺他們很近 都是跟他們有關的東西 聖職、悲劑 四典大天后宮的歷史也是風風雨雨的 曾經清朝的時候由林紀中主持 在日本的時候變成日本的分寺 朝動中在主持 後來又改由原本府城的三郊組合來主持 也是風風雨雨啦 現在誰在主持 趕快啦 我有媽祖好拜就好了 四典大天后宮在府城這邊 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這邊這麼地方的宮廟要留下 都會把第一番號留給四典大天后宮的媽祖 有機會來這邊參拜一下 感覺不錯喔 有幾個月親民的外國 有幾個月 多年來這邊有幾個月 有幾個月 都是在日本的外國 沒有幾個月 有幾個月 有幾個月 與你深夜的外國 那邊有幾個月 有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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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 山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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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